泰国军方宣布实施戒严 称采取这一举措 是为了维持和平与秩序 泰国的反政府抗议活动 已经持续了数月 期间有时会发生暴力 有分析说 泰国军方宣布戒严 是为政变做准备 我们现在电话连线 泰国的世界日报记者 陈忠锐先生 请他介绍在曼谷的现场观察 你好 忠锐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泰国军方推动政变的情况 是在泰国是经常发生 那这一次的主要起因 到底是为什么 它从泰国从1932年以来 它已经政变了11次 所以政变是比较习以如常的 大家都习以如常 那么这次的戒严 因为反政府的组织 他们已经示威了将近有七个月了 然后之前的泰国总理 也就是尹拉总理 因为被判滥权不得不辞职 也就是说下台了 那么这个情况就变得比较的激烈了一些 然后在这个时候 红山军就从外国来到了曼谷的边边 那么反政府的示威者们在曼谷市中心 支持政府的示威者们在曼谷的边缘 然后呢 他们现在两方面都说要寻找一个时间来进行大游行 然后泰国的民众就说准备要决战这样 然后为了防止局势变得更加的恶劣 所以呢 泰国的军队呢 在早些时间的时候就已经派人到各个地点开始住手 但是并没有宣布戒严 它是在今天凌晨三点突然才宣布的 现在宣布戒严以后的情况怎么样 是否有流血事件发生 还没有流血事件发生 泰国本地人的话呢 也表现得比较平静 他们都相信军队是不会伤害平民百姓的 也就是生活学习工作上几乎都不受到任何的影响 当然巴育陆军总司令他也说 他们的目的呢 是为了维持持续和和平 并且一再地重申说 希望民众不要受到影响 好 谢谢钟瑞 这是泰国的世界日报的记者 陈钟瑞先生在曼谷的电话连线 好 谢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